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一度一度在年轻的族群里面 曾经跟民进党打平以外 国民党的候选人在民调里面 他在年轻的族群一向是远远落后于民进党 可是票开出来的结果国民党还是输 但是年轻票还是输 但是也没有输那么多 因为年轻人的投票率本来就低 再加上很多在网络上面的假象 就酸民造成的假象 其实只要候选人心不动 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那很多人根本也不住在台北市 那所以他讲了很多的意见 如果你太重视的话 如果你把它放在心里的话 那就会影响你选举的情绪 就会影响你的决策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年轻人这一块 年轻人是输 但是最后的结果不可能输这么多 就如同说联合报刚做出的民调 里面说台湾的年轻人有五成以上 想到大陆去找工作 一样啊 但你现实情况 你看在网络上一片的骂声 都骂在骂大陆 歧视大陆 贬义大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不是如此 所以一个台湾两种年轻人 一种喜欢在网络上评论留言 讲酸言酸语的 另外一种是不说话的 努力要读书 踏实做人的两种年轻人 那踏实的可能就会比较投国民党 那酸民就比较投民进党 但是酸民的话不见得会去投票 所以但是年轻人的优势在哪里 年轻人本来在中年的这个族群是落后的 但是如果从民调的细部来看的话 40岁以上 40岁以上 50岁以上 连胜文已经超越了柯文哲了 所以这一点来说 代表说整个家庭里面 负责经济的这个核心分子 基本上对连胜文的支持度已经出来了 他在家里面 他本来就是个家里面的实质领袖 他会影响家里整个家庭的投票动向 所以连胜文的优势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有几个重要的变数 第一个就是张显耀的案子 最后会不会起诉 如果张显耀的案子不起诉的话 那国民党冷漠的可能就更多了 大家认为说你自己搞政治斗争 那我干嘛去投这个票 所以张显耀的案子到底结果如何 真结的结果起不起诉 这个关键的重点 当然起诉书的内容也是个重点 第二个选举到了最后这八十几天 谁犯的错多 谁就会落败 那现在就看连胜文不能再犯错了 柯文哲 柯文哲犯错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连胜文就不能再犯 像山珠夫这样的一个错误 就不能再犯了 再犯你的票就一块一块的减少 那因为连胜文底下有很多媒体人 就像我昨天我们在友台的时候 我跟阿亮在场 一位媒体人也说 连胜文应该提出好几个 一兵要签的地点 然后来告诉选民我都在分析 如果这么做就死掉了 那每个地方都反弹了 因为每个地方都觉得 我可能是你要签一兵头 他藏着我们就完蛋了吗 但连胜文的旁边有很多事 真的没有选举过的 连辅选经验都没有的 做媒体人跟做政治人 他的那种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们持续关注了 还是选在议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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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